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5号上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向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向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希望全国广大青年 牢记党的教会 立志民族复兴 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争取跑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习近平强调 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落实利得数人根本任务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坚定信仰者 积极传播者 模范践行者 向英雄学习 向前辈学习 向榜样学习 争作刊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洪流中 出力奋发 永逸前进 中国人民大学 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前身是1937年 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 陕北工学 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和北方大学 华北大学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 注重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 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 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上午9时20分许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张东刚 校长刘伟陪同下 首先来到利德楼 观摩思政课智慧教室 现场教学 习近平同青年学生一起就坐 认真倾听并参与讨论 对学校立足自身优势 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的做法 表示肯定 他强调 思想政治理论课 能否在利德数人中 发挥应有作用 关键看重视不重视 适应不适应 做得好不好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 要注重方式方法 把道理讲深 讲透 讲活 老师要用心教 学生要用心悟 达到沟通心灵 启智润心 激扬斗志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是一个接续的过程 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 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希望人民大学绵绵用力 久久围攻 止于至善 为全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 提供更多金课 也鼓励各地高校 积极开展与中小学思政课共建 共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 习近平勉励同学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 永当开路先锋 争当事业闯将 中国人民大学校实展 设立于学校博物馆内 习近平来到这里 详细了解学校历史严格 建设发展和近年来 教学科研成果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风火中诞生 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和鲜明的红色基因 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 和红色基因传承好 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 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 整理和研究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讲好党创办人民大学的故事 激励广大师生 继承优良传统 更续红色血脉 在博物馆门前广场上 习近平探望了老教授 老专家和中青年 计划教师代表 并同他们亲切交谈 看到老教授老专家 身体健康精神绝朔 习近平非常高兴 他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历来是 人才会脆 名家云籍的地方 老教授老专家们 为党的教育事业 付出了巨大心血 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中青年教师 向老教授老专家学习 立志成为大先生 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 不断创造新业绩 习近平强调 建设世界一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必须有世界一流的大师 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特别是要加强中青年教师骨干的培养 把人民大学打造成为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 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文献馆藏为主 有藏书410余万册 习近平来到这里 考察馆藏红色文献 古籍集中展示 查看现代化检索平台和复印报刊资料 等数字化学术资源 听取学校加强文献古籍保护利用 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介绍 习近平强调 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 见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 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 要精心保护好 逐步推进数字化 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启迪 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 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 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 搜集 整合 编辑 拓展 共享功能 打造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随后习近平来到世纪馆北大厅 同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代表座谈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 人民教育家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明轩 经济学院教授赵峰 新闻学院博士生周晓辉 哲学院本科生王海荣 先后发言 现场气氛轻松热烈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 独特的文化 独特的国情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样画葫芦 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 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 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 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 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 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 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落实立得数人根本任务 传承红色基因 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成为人大师生的自觉追求 习近平指出 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 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要以中国为关照 以时代为关照 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不断推进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做到方向明 主义真 学问高 德行正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 世界之问 人民之问 时代之问 为学术己任 以彰显中国之路 中国之治 中国之理 为思想追求 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 全局性 根本性 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 拿出真本事 取得好成果 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 在融通中外文化 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理论 中国思想 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 好的学校 特色各不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 对教师来说 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 既精通专业知识 做好经师 又涵养德行 成为人师 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 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 有爱才有责任 广大教师要言爱相继 润己责人 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 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 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 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 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 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老师应该有言为适则 行为示范的自觉 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 做学生为学为士为人的大先生 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 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习近平指出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 归结到一点 就是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努力成长为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希望广大青年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 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 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 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 把对祖国血浓于水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贯穿学业全过程 融会在事业追求中 习近平最后说 希望大家牢记党的教会 立志民族复兴 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 在青春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 争取跑出你们这一代人的 最好成绩 习近平离开学校时 道路两旁站满了师生 大家激动地向总书记问好 其声高呼 青春向党 不负人民 复兴栋梁 强国先锋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 掌声欢呼声 在校园内久久离大 在校园内久久离大 王沪宁 丁薛祥 及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有关活动 好 好 少女孩 年车下来 不负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